不论是国际局势两岸走向还是台湾内部民生议题都敏感牵动明年初的总统大选 有评论媒体在今天公布最新民调 马英九以44%的支持度小赢民进党蔡英文差了8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马蔡宋这三个人的民调宋楚瑜拿下了15% 而双英被瓜分了5%到6% 马半表示会以平常心看待宋楚瑜的效应 总统大选倒数五个月 平面媒体公布最新民调 马英九以44%小赢蔡英文的36%相差8% 和五个月前两人差距相取不远 但加入宋楚瑜之后 马英九的选票直接少掉6% 连蔡英文也被瓜分5% 在这个部分的可能是中间民众的部分 会有这样的一个移动 我们在民主社会中都会尊重 其他人要参选总统的权利 那所以我们对于相关的细节或是民调数字呢 我们都会当作参考 未来世间交易所市场预测最新结果显示 宋楚瑜参选总统的几率只有13.6% 当选总统的机会激进于零 参选立委的几率也只有两成五左右 对双英的影响有限 新唐也在电视综合报道